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5号星期二 我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芸汐刘富总 今天因为我们家的主持人品化有事 所以芸汐就是代班一人分事两脚 我是主持人也是分析师 好啦再次恭喜我们越赚越多 严夕老师上个礼拜 我要休假前就已经跟大家预告了 我说下个礼拜要贪的钱 我已经给你穿便便了 昨天严夕老师 你昨天别人放台风降 你用涨停板写日记 记不记得啊 我们昨天有什么涨停 我就不要提醒你了 我们来看今天 哇 严夕老师 你今天的股票持续涨停板耶 所以天天有钱赚 赚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种习惯的这种感觉好不好 非常好啊 不管是老朋友 不管是好朋友 通通轮流涨的感觉就是舒服 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后 盘氏后绝对要像我们这样 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好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涨停的有谁 3548 有没有看到赵丽 老师那个就要走就要走就要走 你给我满的时候 骨架才八字头 骨架才八字头 今天后还没有九点半 亮灯涨停板 恭喜大家后 转不停的感觉就是舒服 一早又被锁在爱的锁链中的感觉 就是舒服 来哟 赵丽提醒大家后 你现在后会听到一些新闻节目 告诉你 消费性电子回温 很多像尤其是笔电 像昨天晚上戴有 有没有 因为财报优于市场预期 所以呢后那个带有的股价大涨21个百分点 重点是带有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那你要知道其中他个人电脑PC 这一个业务后本季开始回温 那换句话说 严锡老师你早就提醒我 你7月底就一直提醒 消费性电子回温 消费性电子回温 我记得我节目还拿那个 谷底复苏的那张景气循环图 来给大家 我这里就不拿了 好 所以很多操作我都是事先预告的 我希望大家后跟着严锡一步一脚印的来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照例 水当当当当当啊水 骨架拉出连舞拉舞 超级漂亮的 严锡老师 你说后女人的钱非常好赚 真的 就像我一直提醒到 好这两年很多的精品大厂 全部都出的包包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包包越来越小呢 价格又越来越贵 好因为现在万物皆涨 什么东西都涨价 连蛋价都涨了 包包怎么可能不涨价 对不对 好既然包包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女孩子要出门 顶多只能带个信用卡 带个口红 带个手机 如果你手机太大只 我就曾经买过那个包 我的手机放下去以后放不进 那个包到底是要干什么的 我当下可能我就觉得我的脑坡线断掉 脑坡断了 一看到就哇好美好美 就给他买下去 结果回来我的手机怎么会放不下 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来啊 很多时候赚钱后 就从你生活周遭去抽丝剥茧 我那时候就想 女孩子的消费力道真的很强 哎呦那店连买个包 我还要考虑到我的手机放不放的下去 所以有没有发现 你看喔 华为的折叠手机 Sansom的折叠手机卖的下下叫 有欸 卖的下下叫 其实这些都只是因为我们的包太小而已 就像我常说 嗯很多人喜欢用苹果电脑 呃苹果手机 我呢我不会 我因为没办法 有时候我手机要换折叠的 因为包包太小 所以女孩子有时候为了要打扮 这些真的是 在打扮上面的消费 是没有上限的 记得喔 好 所以呢深耕产业才可以越赚越多 跟我们一样啦 来什么叫赚钱成为一种习惯 今天很开心喔 出了照例 亮灯 涨停板 还有谁 老朋友啊 义仓记不记得 义仓有欸 三字头给我今天来到48.75 一波又要接近40个百分点了 颜希老师你那时候一直跟我讲 类比IC混合IC IC出来以后要干嘛 TEST要测试 IC测试厂 他是台湾第一家 百分之百去专注类比跟混合 讯号IC的TEST 这就要跟大家讲了 其实生根产业就像我在7月 我已经提醒你消费性电子回温 那消费性电子回温你马上的脑袋就说 部分工业电脑会回温 然后IC设计绝对会回温 为什么 因为消费性电脑最大宗的就是IC设计 这样了解 所以生根产业好不好 好欸 生根产业会发觉 很多时候股票要涨 你已经勤贼先勤王了 为什么这样讲 来 你记不记得我最早给你什么 我说我们那个IC设计 如果要看IC设计好玩了 抢抢棍 不是只有一档两档 就像今天好了 因应戴尔的财报出来下下叫后 很多盘面的结构拆解出来 很多的IC设计都活蹦乱跳 很多IC设计活蹦乱跳 来喔 你来看 我最早给你那只牛是谁 昨天节目才提醒你 3014 那只牛 大牛用爬的 也要80个百分点的连羊 对不对 对 颜辛老师你给我88的 你给我大牛以后又给我谁 羚羊创新 我说你不管做什么行业 你要有创新的概念 有吗 有喔 马上想起来了喔 所以我说老朋友是转不停的感觉 很舒服 为什么 你看羚羊创新当时给你才9 9字头两位数 看到喔 就像脸羊一样我给你88的 很便宜 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追 AI的股票 我一直跟你说消费性电子要回温 消费性电子要回温 我不想要让别人去碰 我不想要让大家去碰一些筹码太乱的 我们反而这样稳稳 稳扎稳打是不是赚钱很舒服 是啊 所以你看到了哇 领养创新 脸羊这些都是老师之前就给我的IC设计 现在又看到谁 异昌啊 所以是不是都是IC设计这个概念 对就是消费性电子回温 然后呢也要提醒大家 消费性电子回温 我是7月就在讲了8月持续提醒你了 那既然先事先讲 事先给你 你要记得一个重点 很多时候经济活动一开始 他不会一下子反应完毕 最重要是什么 股价他最终要反应企业获利 哇 记不记得今天5号 记得 照例的数字有机会下下叫 10号还没到 10号还没到 好 所以我刚才讲了IC设计 来 有没有看到合正今天 走着走着 又亮灯 合正的基本面有多好 我再次提醒你 记不记得我今年华城已经股价翻出7倍了 有 股价翻出7倍 电机电力的股票 电机电力的股票 颜希老师 我还想买 可是有没有比较平易近人的 有 我说了 华城股价都翻到300 我怎么可能买四字头的 我叫你去买300呢 所以我给你谁 合正 那个正妹啊 怎么看东西水档当的合正 这样了解 好 所以今天我还是提醒大家 来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底气非常强 已经大赚19档 涨倍股了 这个投资难不难 真的不难 你就跟着延希后 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当你对的时间做对的事 你底气已经比别人强了 所以呢在前阵子盘回落千点 我可以告诉你干嘛 练功夫 练功夫以后开始低档卡位 那现在呢 9月才刚刚开始 这段时间 你看到我们勇德冲出去 统阵冲出去 有灰赤锋 今天异昌又冲出去 前阵子又提醒你 长龙航泰 莲德 辛夫辛 合正 赵丽 松浦 秦邦 有没有看到爱浦是不是都很好赚 对呀 到了今天哇了不起了 赵丽又继续涨 合正 益仓 通通亮灯 涨不停 所以呢 再次提醒大家 想要赚钱后 动作要快 行情是不等人的喔 哈喽大家好 我们持续回到节目现场 来 我还是提醒大家 现在这个盘式 你现在会常听到人家说 AI在整理啦 对不对 然后呢不然就是量缩震荡整理 其实就是量缩震荡整理盘而已 那你今天把结构要拆解出来 我一直提醒大家 整理盘很容易出标股 我不只讲 我也做 我怎么做就是怎么讲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即便是整理盘 哇这段时间沿西 你早就赢在起跑点了 我一直提醒大家说 你在操作这一个节奏 这个环节 你一定要干嘛 底气非常强 你要底气非常强 我上半年 我已经累计19当长被股 我底气强不强 强啊 强啊 我要你看到的是我的选股功力 跟我的操作功力 为什么呢 现在我先提醒你即便整理盘 可是9月绝对很好赚哦 重复一次哦 即便是整理盘 即便有升息的新闻 黑天鹅 但是9月一定要回升 为什么 我再算一次给你听 9月的大事 投信的基底作帐 然后呢 很多AI要开始出新货 再来 月中有国际航太军工展 还有呢 新的iPhone又要发表 再来呢 沿西一直提醒大家的 我们内资非常有钱 光投信已经连续买超超过20个交易日 今年上市贵公司配出来的股息 就超过2兆台币 再回贯进来 你说要涨到哪里 我们先撇开要涨到哪里 你只要去看投信 口口贝 即便外资上个月 是今年累计最大的卖超 但是有被卖下去吗 没有 所以你说台湾底气强不强 很强 再来呢 即便在整理的时候 我又叫你把族群分清楚 为什么 因为盘面你会发觉后 肋骨是轮动轮涨 我可能不连续 我所谓连续是他天天涨天天涨 他不连续 但是族群是轮流整理 有没有记得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被动PCB PCB今天还是很多很漂亮的哦 好 被动PCB 网通有亮点 再来呢集团作帐也有亮点 所以呢换句话说像今天你看IC设计又有亮点 还有一些部分的传产有亮点 换句话说多头要去攻这条季线 可用之兵非常多 重复一次哦 多头要去攻这一条季线 可用之兵非常多 我只是看谁来点火而已 我只是看谁来点火而已哦 这就是我告诉各位的后盘面开始要转成健康的时候 你会发觉族群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开始整理 然后每天的亮点会不一样 那这样好不好 好 因为他们要慢慢的骑步走 骑步走 骑步走 因为刚开始跳下来的时候有个跟你跳恰恰 有的跟你跳吉卢把 有的跟你跳后 慢把好了啦 对不对 论把 好都不一样 但是真的要骑步往上攻的时候 我的脚步要慢慢一致一致一致 我的攻出去的力道才会强 这其实就兵法的书常常看你就会有感觉了 好 所以操作呢 我都事先预告嘛 你拿最近的操作很简单 当台股在8月中有刹车线的时候 我领先所有市场告诉你回神了 你要回神了 你不能再等了 对不对 当时就在这个位置我来 最强的是谁 3689前一波勇德已经55个百分点 记不记得 记得耶 连接线老师好会做哦 统证有没有也是冲出去 有 前一波统证45个百分点耶 再来呢 4933 严席老师你一直提醒我 那个集团做账很好赚 集团做账后就是上个月后可以 上一季只赚900万 这一季还可以直接年增1200% 知道吼 我没有说什么 我只是说集团做账很厉害哦 好 再来呢 是不是 股票我已经让你一档接一档了 好了啊到了8月中上个礼拜以后 告诉你长龙航泰啊 是不是长龙航泰 直接120 140 直接20块的价差 再来呢 连德啊 3308啊 是不是也一段 对啊 4909的新复星也有没有很漂亮 有啊 再来呢 5381合正 那个正妹 左看上看 右看下看 怎么看 都是正妹耶 正妹的题材一定要记得 这叫什么ESG长多题材 那ESG长多题材 1519就拿出来看 300块的1519我们要买他吗 我股价已经都翻7倍了 我可不可以平易近人买正妹就好 可以啊 5381 所以我是不是一直实在做实在讲 我拿我的股票清楚明白的告诉你 我说我的操作 就是低档卡位 我喜欢买便宜 CP值高的 便宜CP值高 可是当他股价已经翻出7倍了 我再叫你去买吗 这样就不对了吗 那我呢 生根产业 既然生根产业是不是可以去找 可以啊 所以我马上找出谁 正妹给各位啊 因为正妹呢 去年已经抢到台电的订单 今年更不得了了 去年抢的订单还没做完以外呢 今年又抢到台电的订单 去年一抢20亿 今年呢一抢光一个边压器就抢了7亿 好不好 好啊 所以当你对产业够了解 选股会觉得很轻松 然后呢又加上他是ESG的概念 这个叫什么 长多题材 重复一次喔 长多题材 那既然是长多题材 我又需要担心震荡嘛 不需要啊 那主要是什么勒 解研锡已经让你底气 底气很强成本在二字头 22.5而已 我成本在22.5已经波段拉出40个百分点 他要不要他要正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因为我底气强 好所以呢又讲回来 继续讲回来喔 把大盘拉起来看 所以有没有发觉 即便在这段时间是震荡盘 你现在我眼睛看到的清楚明了 就是8月中开始有刹车线就是持续震荡 但是研锡 你不只带我练功夫避开了这一段的下刹 我还让你什么标股是一档接一档 你看喔合正 又看到今天的照例 然后呢上礼拜给大家的松普今天也创高 琴邦呢也漂亮 再来呢爱普是不是也是赚 是啊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即便是震荡 赚钱你成为一种习惯 操作成为一种习惯 尤其是你喜欢低档卡位的人成为一种习惯 来赚钱会觉得哎呦好舒服喔 那再来呢 研锡也告诉大家 不要预设立场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看到一下子AI涨 然后AI一下子休息 就又告诉你AI是不是泡沫了还是什么的 这个后我认为啦 现在因为是资讯爆炸的时代 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组件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组件 你要去判别这个新闻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呢AI这个概念我讲多久了 我应该是从创意400讲到现在吧 从今年初讲到现在吧 那我要提醒大家 AI是有实质的经济活动 既然有经济活动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了喔 股价最终反映企业活力喔 这句话就大家共勉之后 今天还是提醒大家啦 就是公司呢即将要调涨9月的会费 如果想要把握最后一波的优惠专案的话 就来电把握囉 我们明天再见